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兩位非常不簡單的人 他們可以說是健身教練的教練 讓我們歡迎 尋動力的總教練 尋哥 以及尋動力的物理治療師 黃老師 大家好 我是尋哥 大家好 我是尋哥 兩位 今天其實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也是非常多網友會私訊我的問題 就是肌肉左右失痕 他們在練背的時候肩膀一高一低 或是他們練胸的時候會胸脊大小 也會有腹肌一高一低 或者是可能深蹲的時候膝蓋有沒有 會有尋找歪斜的問題 對 這個很常見 很常見嘛 再寬啊 斜一點 或是骨盆前傾 骨盆前傾算失痕嗎 算是一種失痕 其實是前後的失痕 剛好我先練背 那我就來做動作示範 那就請兩位在旁邊 分析分析一下 那邊歪斜怎麼樣 該怎麼做調整 然後點出一些問題 因為可能電腦前面的網友 可能也會有跟我一樣的問題 那我今天就來做動作 兩位就幫我找出問題 好 沒問題 好啊 那我今天呢 第一個練背動作 徒手的引體向上 然後等一下呢 我會拉引體 然後會請兩位幫我看一下 好 然後我在拉的過程呢 也請電腦前面來看一下 能不能看出問題 能不能看到左右失痕 或是有代償 待會拉完之後呢 兩位會再提示講出問題 分析問題 看一下跟你看到的不一樣 喔 在一的問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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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來之後 先跟兩位缺了眼神 他們看起來非常可怕 他們看起來有點死 還是嗎 還可以大部分有什麼問題嗎 會有一點小小的對稱 一點點旋轉 沒有看出來 沒有非常明顯 眼神確認過 沒有非常明顯 其實沒有非常明顯 只有在動作的形成會有一點小問題 有極的 有極的沒有錯 但是對我心裡來說我覺得有一點 要突破自我的話可能我們有一點進步空間 好 是 那就請 我們一個一個來 剛剛其實在拉過幾次之後 發現蓋靈在右邊這個上斜方的區域 它在拉的時候 上斜方是明顯比較手間的 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就是 左邊下斜這個區域 它就是往下拉向前的階段的時候 左邊的下斜反而沒有右邊收縮來的好 所以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到 左邊在肌肉收縮的這個肌肉束 膨起來的狀況沒有比右邊來的好 感覺有點像是你 在拉一體的時候 右手出5分70 那剩下5分30用左手拉的來 有時候右手拉的比較多 我看到的話是拉上去拉到體的時候 最高的時候這個身體有一點點旋轉 那通常這種問題大家活動度越不夠的 跟肩腿一旦看到 有的人肩腿推上去沒有問題 然後下來的時候 手就會長這樣子 它沒有辦法長這樣子 那在平庭向上的時候 也常常會有這個問題就是 像該一個左手再拉上去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辦法把手肘給往前摟 摟得比較多 他可能開始開始變這樣子 所以一旦他拉上去長這樣的話 從正面看他就會開始有點 往左邊旋轉 因為你想要讓那個手肘往前 所以上半身就想要往左邊旋轉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可以再從 划船去幾點以下 看有沒有一些 更明顯一點的旋轉問題 進行到我們第二個動作 坐姿的Cable划船 我剛剛看他們兩個反應好像比 徒手的零體向上還要再激烈一點 眼睛發出了瘋嗎 沒錯 看來是看到了什麼 對 找到犯人 唉唷 唉唷 指出髒段了 其實剛剛在做 黑魔滑船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可以發現 幾個問題 第一個在滑的時候 想要向心階段的時候 左邊的肩胛骨 沒有辦法 直接用肩胎骨後型的方式 把肩胛骨收回來 反而是一直在前型的方向 所以 可以發現說在滑的時候 左邊的手肘可以 往後的比較多一點點 剛剛一代做的時候啊 這個身體旋轉很明顯 它可能會 等一下我們可以透過檢測 來看看是不是 真的身體旋轉 往右邊轉比較多 所以你會發現它 拉的時候啊 這邊是比較朝向後面 這邊會有一個朝前 那因為這邊比較 左邊比較前面的關係 所以它的 左邊的肩胛骨 就非常用力的在一直滑起來 所以 這邊的紅腹啊 其實是不太會活動 這邊的肩胛骨 不會一直看 那這件事情 跟剛才的零體相當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看到 為什麼這邊會有一點 突突的感覺 在做 引體相當或滑船的時候 肩胛骨的下角 會比較翻起來 但是 右邊的紅腦就很不好 原因就是因為 中軸的這個胸腔啊 上半身是有點 微微的 又旋轉 有時候是跟你的工作型 或最常生活習慣 有一點關係 所以這也是大家可以 觀察一下自己 有沒有這些 小小的習慣 經過我們剛剛 引體相當跟 Table滑船的觀察之後 我們發現 蓋雲的 在左邊的經驗骨 跟右邊有一些 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一些 動作控制的練習 讓蓋雲在做 剛剛那兩個動作的時候 可以做得更順 然後減少 減少 對秤 那我們第一個 動作的動作就是 我們要拉長 右邊的破背筋 跟增加它 胸推的左右旋轉 一開始我們其實蓋雲先做好 所以兩隻腳 不進不動 面向前面 然後骨盆不動 好 然後 右手需要 準備那個Table 等一下 往回 拉的時候 手先朝下 好 然後帶 旋轉 出去的時候 手先朝上 盡量延伸 不要被破背綁住 拉出去 拉出去 這邊做好 再拉回來 重新 走 好 注意要帶雙肌的旋轉 帶一個 吸氣出去 轉 盡量往左邊轉 因為這個是你比較破的方向 好 拉回來 好 再一個 右手伸出去 右手 伸伸伸伸伸伸伸 好 拉 好 好 慢慢放回去 這個是第一個練習 來改善 帶一 左右旋轉的問題 還有兩邊破背不一樣的情況的問題 那這個動作要做你怎麼走 這個其實不用走 就是 有一點拉力讓你的肩膠伸伸伸伸 所以重量就是重點 動作控制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你右徵招的模式 還有你神經的左右旋轉的問題 重點是你要把那個動作做的去死 然後這邊也感覺一下 左右邊在做這個動作的差別 好 伸出去 好 所以骨盆是不動的喔 我們就手伸出去 對 再重點速度感好嗎 謝謝 好 這一側就可以感覺出來旋轉的模式 所以剛剛那一側其實會比較活動就要加強 好 所以感覺就做感覺怎麼樣 在拉引體向上的時候 我們說我的那個右下斜感受不一樣 可是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就覺得 左下斜感受不一樣 對 很常 做引體的時候是你習慣做動作 那這個我們刻意幫你擺在一個 平常都會做動作 然後我們又做很多的動作的用法跟延長 所以肌肉感受度感受不一樣 因為你們知道我可能每次會在動作 欸 你有做過嗎 錯誤剛剛這個蓋翼練習 主要的目的是要改成剛剛 蓋翼在做引體向上跟 Cable滑船的動作旋轉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動作會很強調 第一個 胸椎的旋轉 它一定要轉到底往前面的伸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配合手的動作 去讓肩胛虎盡量的滑到它該有的角度 兩邊都要做就是去感受 兩邊在旋轉的時候 自己身體的感受是怎麼樣 所以兩邊的動作都要做 就做在那一邊去 好 那就請徐哥帶我 第二個練習動作 沒有問題 第二個練習的話我們是要做滑輪下腦 但是我們希望滑輪下腦的時候 不要用到下肥去處理 因為一旦你的下肥一直在往後仰化 難免會開始有一些旋轉的一些問題 所以為了要讓你的上半身流 不要有太多旋轉 我們要固定好你的腰椎 然後讓你的上半身完全都只靠肩甲虎 跟公虎 跟你的上臂去做動作 所以等一下我們做動作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 你前面有一個熱骨頭叫胸骨 等一下這塊骨頭 要一直完完全全的垂直地板 所以滑輪下腦的時候 不要往後仰 但是也不要做遠背這個動作 中去的時候是可以的 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現在做的這個練習是不要的 對是必要的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破背肌它很長很大一條 所以它從你的公虎一直連到你的腰椎這邊 所以它出全力的時候 確實本來就會帶一點往後仰的動作 這樣感受度真的會比較好 但我們現在想要做針對肩甲虎的控制 要改善靠近這上面的破背肌 所以我們只好固定這裡 不要讓你的往後仰 讓你可以確實地改善這邊的問題 也是一種滑輪下腦的電化石 然後在坐下來的時候 大家會常常忘記這個 有沒有做對稱 所以我們來往右邊做一點點 不要從側面看的時候 要確定膝蓋這邊是完全的對齊 所以要大腿內側輕輕地處理 一點點夾 大腿扣車一點點出力 那大腿或是要怎麼處理的 就可以用你的腳跟輕輕地去蹬地板 這樣可以確保你的骨盆 完完球全都是對稱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吸氣的時候 想像你的雙手往上延伸 然後吐氣的時候拉下來 拉到鎖腹前方 然後吸氣的時候往上 然後吐氣 吸氣往上延伸 現在吸氣的時候要吸到哪邊呢 你可以想像吸到你的鎖腹下方 會有一種充氣的感覺 動作過程中的時候 感覺自己的胸腹有沒有抉擇地板 吐氣的時候 讓你這個下腹可以往下走 對對對 很好 加蓋器做得非常完美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有時候你有發現自己有一些旋轉問題的話 其實你可以觀察自己的手腕 如果你的人有往右旋轉的感覺 你就會發現自己的左邊手腕會有一點點在折 像那個吹右門一樣在折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種中間的關節 去確定一下自己的身體有沒有旋轉 好 阿姨你覺得很不可能 我覺得我旋轉在抖 選擇在抖 選擇在抖 因為動作控制 就是一個 就是你要用你的膠 然後去感受到你每一塊肌肉在哪裡 然後哪邊用力 哪邊要收著 哪邊要幹嘛 然後全身都在用力 對 所以我一直在培養你的 對身體的每一個地方的 本體感覺 到底你的左側的彎鞋到底是 哪裡不一樣 而不是一直去依賴鏡子 當然初期練習的時候 可以去依賴鏡子 但是後期的時候 希望自由重量的這種 不要再一直看著鏡子去做 你可以這樣做動作 做很重的時候 就算沒有鏡子 你還是可以做得很漂亮 好 經過剛剛兩位的指導 做了兩個練習動作 我來看一下 我的陰體向上 我的F有沒有變真 嗯 有差有差 有差 有比較好 真的嗎 有比較好 至少在金甲的部分 我覺得都 有明顯的感傷 翻起來的問題啊 對成功都蠻明顯的 所以也很好 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會覺得 沒有太大的差 差兩步 對 就自己感覺 感覺不太粗 可是看起來很差 看起來很差 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只有練兩個練習 所以當然才會辦法 計算計算 可以看他練 小小的一切相當 可是練習動作 不是要去像看一生吃藥這樣子 是說 我練了一個小小練習 然後馬上就改善了 他一定還要再更久練習 所以不能說 我今天看了這兩個練習 我跟著做馬上就好 然後我後面就不練了 但是錯誤 就一定要持續的一次練習 一次練習 好 我準備好了 來囉 好 非常好 真的嗎 我覺得好很多 就有身體全感的問題 其實我有時候看的時候 其實不是動作過的 是一開始設置的 是這些細節有沒有做好 有時候 重訓的時候 細節還是非常的重要 對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腳踩啊 手握啊 跟起始預備姿勢的時候 我覺得都 你一開始的時候 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拉的時候 也沒有發生什麼明顯的 歪斜問題 我覺得都蠻好的 好 那其實今天呢 我做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只是在練一件事情 就是 動作控制 我想問一下 大家可不可以簡單的解釋一下 什麼是動作控制 OK 其實動作控制 從定義上來說就是 當我們要產生一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會先接受到 感覺訊號 所以當我們接受外在 比如說任何感覺訊號之後 這個訊號會傳到我們大腦 那大腦再把這個訊號傳到周邊的肌肉 一次做手頭去 踩出我們想要做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的過程 我們就叫做 動作控制 那其實運用在生活上 比較實際的例子 比如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維持體育重力 比如說 在做一個深蹲 怎麼樣去感受 你是在比較前行 還是比較在後行過程 那這個時候就會需要 非常依賴 動作控制 去 有意識的去控制 那我想 再問一下就是 什麼時候 動作控制會出現 比較明顯的問題 比較常見就是 像在痛過後 受傷之後 例如說 腳有傷 腳還扭到之後 他一定會有一些 很痛 這樣問題 那他就會狹意 是用另外一隻 好的腳去做支撐 那長期下來 他會覺得說 我重心一直移到 比較沒有受傷的腳 這個就是動作控制會 他不習慣把重心移到 我身體 總是因為他不敢用那個問題 那除了有受傷的人 他會有比較明顯的 就是動作控制的人 出現問題 那沒受傷的人 是不是也會有問題 對 沒受傷的人其實 因為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你的生活習慣 還是狀況 比如說你 翹腳的時候習慣翹 左腳或者習慣翹 右腳 其實你也會自覺的 改變一下你的身體的左右 有很多的一些歪性 所以即使是你今天 沒有任何不說服 只要你在訓練上面 你看影片 檢討自己的訓練影片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去 感覺一下自己有沒有歪 而且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你要去檢討自己的訓練計畫 有沒有訓練偏時的問題 比如說你太喜歡練划船 不喜歡練引體向上 太喜歡練墨田 不喜歡練肩推 那你可能 肩關節跟肩胛 可能就有一些問題 最後最後我想會再兩回 就是你們覺得 一個真的好的優質的教練課 他們應該帶給學生 什麼樣的收穫 那除了看學生的訓練目標之外 那大家應該都喜歡 體態或是激勵這個明確的訓練目標 但教練應該要給學生說 第一個 你動作一定要學得OK 如果動作的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去上 動作控制的一些課程 或是嚴重一點 我們去找物理治療師治療 然後如果你今天的動作OK了之後 教練應該要教導學生如何 安排一個完整的訓練課表 那這個訓練課表 他初期學習的時候 可能是教練已經幫你排好的頭版 可是後期的時候 教練應該要告訴學生說 這個主速要怎麼樣修正 次速怎麼修正 動作要怎麼樣替換 而不是直接給一個既定的課板這樣子 那讓學生擁有一個自主訓練的能力 我覺得是教練應該要給學生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呢 如果想要 就是 學得深一點 認識得多一點的話 大家可以去搜尋 尋動力 我們有臉書跟IG 然後也有我們的網站 關於課程的介紹 都放在上面 大家給大家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也非常感謝兩位今天過來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呢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先介紹一下 熊哥 黃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